钢管舞力量很重要 那怎么练力量呢 钢活的工地 就是我便宜幼时会的练习场所 我的工作不就是绑车拉桩吗 这刚好是我的综合训练 腹部 背部 手臂 腿部 一次性全部都练到了 引体向上可以练到背部肌肉 那你们猜工地上什么工具 可以练引体向上呢 脚手架还有一些钢架垂垢 但是有的时候脚手架会生锈 手经常会被磨出一些血泡 甚至把皮磨掉 只要能练习跟钢管舞相关的 哪里都是我的练习场所 我从工地回宿舍的路上 没看到一根灯柱 我就上去练两个动作 好厉害 很厉害 短短十分钟的路程 我边组边练 要两个来小时 我这练钢管舞 着了魔的镜头 很快就被我爸知道了 我爸觉得我那钢管舞不着调 甚至还给我下了最后的通牒 孙姐 你给我鬼儿 马上给我滚回老家起 你要是这回包装来 你永远都不要回来了 即便 父亲对我的解决反对 即便 常常遭到工友们的嘲讽 调侃 即便我比赛 还拿过倒数第一 但是 这些都没能阻挡我 追求我喜欢的东西 谁说 借助工不可以跳舞 我不当跳了 我还拿到中国钢管舞锦标赛冠军 我还要继续跳 我要站在世界钢管舞 最高的领奖台 我始终坚信 只要有梦 就放手去追 勇者为 谢谢大家